昨天的国民党总长会再度延起了这样宫廷大戏 掌声响起 让这个马英九接下来是不是真的要在竞选 党主席连任有了他的正当性 法律问题要怎么解决 现在观众朋友不是那么样的关切 但重点是继续来领导这个党的人 就是这个我们的总统 接下来大家人民的一个生活发展能够更好吗 如果在这看不到的话 那是不是只能够摇头 那接下来寄望是谁 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更多 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的非马阵营的人士 陆续还会有第二炮第二枪要开 刚刚张委员有讲 现在刚开始而已 接下来 国民党要革命 革命谁 革命国民党 是革命的时候 重点我们看到这么多人 改革 蛮久的改革已经让人家失望 就是他曾经答应的 说的都没有做到 造成这些人背了很大的包袱 面临的未来将他们自己去承担 谁一出来革命呢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派系人马都有代表人 但谁 总要人带头 一定会有 谁 一定会有 你看嘛 上一次跟马先生参选的 他都被秋后算账啊 一个高位的人 他被调查站搜索耶 嗯哼 嗯哼 那当然你看 所以挑战的后下场是很坎的 目前有 当然 新北市的市长 朱立伦他是一个人才 胡志强他也是一个人才 胡志强说不敢选啊 胡志强 就是厮杀 心风血雨 会有人说出来 但是不会有 有像样的人 我说像样的人就是说 那种 比如张寿文 就是 我 我说像样的人就是说 出来选 然后呢 过得了连署的门槛 而且让人家觉得有足够的号召力 而不是只是把反马的独篮票 丢在你身上给你面子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人 一个都不会有 所以国民党 没有进步 没有进步 都这么赖还没人敢出来挑战 他不是不会出来挑战 大家都已经公开对马云就讲 不